在屏東的潮州市中正市場 在7號上午的時候 發生一起糾紛 這是一名女子呢 開車路過行巾呢 疑似是壓到了路邊 擺攤傘的支架 結果呢 這個傘的支架呢 就刮到了她的轎車烤漆 那這女子呢 馬上下車 要這個攤販的阿嬤來賠錢 那最後不但拿走了1000塊錢 還拿走攤上的5顆南瓜 那阿嬤指控這個女子 也壓壞了她的傘 非常的生氣 路邊賣菜的老婦人 越講越生氣 因為7號上午10點多 她像平常一樣 來到屏東潮州的中正市場 擺攤賣菜 沒想到賣到一半 意外發生了 監視器畫面還原事發 經過一輛轎 慢速行進老婦人的攤位前 沒想到下一秒 老婦人的擺攤傘 疑似被轎車壓到底下支架 當場被拖著走 化傷轎車烤漆 駕駛座的女子 馬上下車 照老婦理論 老婦人指控對方 一開口就索賠兩千 她說自己擺攤賺不多 對方才肯辦 接著老婦拿出500元 想要了事 對方不接受 向重她攤位上的南瓜 想要湊數 但是拿了四五顆後 又反饋 要她給現金 最後老婦人只好再逃一千 但對方不肯還回南瓜 總共賠了一張千元大鈔 和甚至被拿走的南瓜 你賠五顆南瓜 對啊 過分啊 過分啊 對啊 你賠人家說你 你不富錢 賠人家 這樣人家賠得 有來道德欠讓阿嬤心安理下 不會讓阿嬤受到太多委屈 又知小客車 駕駛 疑似會均同意 拿取攤商五顆南瓜 涉嫌強制最部分 一顆將近一百塊的南瓜 就這樣抱走四五顆 警方已經調閱監視器 通知雙方到場 釐清案情 記者綽號報導 對許與那一半 花兒 口水 記者綽號 啟稚